把蝦味先倒出來會發現米白色的蝦條上 不少細細小小的黑點 五年前就有消費者在網路上提出不少質疑 對於消費者疑問 育榮食品公司後來在餅乾包裝後方 加印小字對黑點說明 強調就是因為細鹽在高溫烘焙過程中被熏黑的現象 但其他食品專家駁斥這個說法 食品老師表示鹽巴要烤到變黑 蝦條本身應該也會變色 直言官方說辭不合理 實際將鹽巴送進烤箱烤10分鐘 鹽巴無明顯變色 那蝦味先本身的黑點到底哪裡來的 外界不免聯想到 廠區被衛生局機場人員拍到的老鼠屎 看來不只過期原料出包 對於這詭異黑點 蝦味先公司育榮食品 恐怕也得輸清楚講明白 否則消費者信心又會再度大打折扣 記者介博士杜雲杰高雄報導